台北市環保局消毒大隊 聯合陸軍化學兵全副武裝 帶著消毒用具到人潮聚集的 台北車站捷運站 執行室內消毒作業 消毒範圍包含廠站內進出口 大廳售票處 乘車月台 連通道 廁所 樓梯間等處 全部噴灑漂白水殺菌 合力防堵 疫情擴散 那接下來從今天開始呢 在國軍33化兵群的協助底下 今天總共動員127名 我們開始會進入台北市 巴石餘處的一個交通廠站的周邊 跟內部 因為它是一個人潮有流動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入內噴銷 徹底噴銷 以降低病毒感染的一個風險 那今天我派遣了三組的兵力 那總共是投入到台北地區是145元 那在這個地方呢 台北市這個三組的兵力各39元 來支援捷運站的消毒 萬華區 大同 中山 中正 還有松山區 總共28處的捷運站 那主要著重點在於這個公共的設施 如這個手扶梯 公共的廁所 還有這個桌椅 或者是頭壁 以及它的排氣孔 排氣孔 那我們都會來做這個加強 那把這個消毒的作業做得非常的徹底 外面也會針對捷運站外面20公尺處的 這個公車停來做這個消毒 也包含了我們這個輕型消毒車上面的 這個外圍的消毒 總共是39元 環保局感謝國軍擴大支援 除了完成萬華全區公共環境地毯十大消毒 並於今日從人流眾多的捷運站內部空間 執行噴銷作業 另外也在轄內30處大型醫院院區周邊人行道及道路加強消毒 確保民眾通勤就醫的健康安全 記者溫宇君 台北報導